HELLO 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來2K19的視頻 今天就不跟大家繼續這個王朝模式 記得之前我就做過一個視頻 就是NBA老將重回巔峰會怎樣 但那個視頻我就沒有用到這個沒有雙柄的名單 所以就比較遺憾 有些老將說不能回到巔峰的時候 好 今次我們就用這個無雙柄的名單 再做一次 人員再齊整些 再跟大家簡單解釋一下這個 是怎樣重回巔峰呢 就譬如這裡我就選了現在現役的勇士隊的EGODANA 大家都知道他現在的能力值比較低 接著就去找他的ALL TIME勇士隊 即是歷史最佳的勇士隊 我們就看到有EGODANA 我們就把他跟現役的EGODANA交易 很明顯 數值馬上就會得到提升 當然我們知道EGODANA的巔峰不是在勇士 在這個ALL TIME勇士最佳 歷史最佳76人隊裡面的EGODANA才是最佳 那我就只不過是做一個示範而已 好了 那一輪編輯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球隊的名單 76人這邊就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就是JJ REDDANA 變成83 公路這邊就是努比士 87的能力值 然後是公牛是沒有變 沒有人 然後KLUB就變成了 應該就是ALL TIME木狼隊 高華也升了 JR同樣也是升了 到81的 然後波塞這邊就是希利活 肯定是變回這個爵士的時候 88的能力值 快艇這邊沒有 灰熊就是MARCASHAW和康里 都是提升了很多 然後老鷹很明顯 WINS卡德就是猛龍的時候的WINS卡德 然後葉火就是DOA Divine Gage 夏斯林 這些全部都是有變 都是提升了 然後就是黃鋒就是Tony Parker 94的能力值 爵士的話 盧比奧也是升了不少 其他就沒有變 之後就是帝王 蘭道夫 有88的能力值 這邊紐約是沒有的 LA GIMS就升了一點 下面是RUNDLE 89 應該就是蔡圓森 然後珊特勒也有83 魔術這邊就是路斯 佐津王 80 好小猫 這次終於等到你了 盧維司機 變回97的 小Jordan也88 然後迪雲夏里士同樣是升到BBB 南王這邊就沒有 丹佛這邊 米薩浦 應該是爵士的時候 87的能力值 流馬的Tyree Evans 就是帝王的時候 絕對是 暗春這邊沒有的 全部都是一樣的 然後是活塞 就是隔分 升到90 卡達朗 變回猛龍的時候 就是速龍 伊巴卡就是雷艇的時候 Danny Green 就是回到馬刺的時代 火箭這邊厲害 Chris Paul 97就是黃蜂的時候 Mellow 不用說 然後Eric Gordon 也是快艇的時候 莉莉也是回到丹佛的時代 馬刺這邊就是大家素 這個是灰熊時代的數值 然後是艾德烈治 托方時代 Rudigate 也是灰熊時代 太陽就是 Crawler 升到82 然後這個 羅恩恩阿神也是升到82 雷霆這邊就是PG 回到劉馬時代的數值 木狼就是D-Rose 不用說 丹治同樣也是 公牛 Wiggins也升了少少 JeffT就是 老鷹的時候的數值 托方這邊沒有 勇士的話 Thompson升了一點 J-Mon Green也升了3點 然後是EGO達拿 也是76人時代的數值 最後無師 都在後活了 也不用多言 好啦 大家的陣容都展示過一次 我們就先來模擬一下 模擬到11月結束 看看到時的戰績是會什麼樣子 先來看目前為止的戰績 東區這邊 速龍是15勝8負 第一位 看球員的數值 特別是有進步 重回巔峰的那些 Danny Green 有差不多13分一場 泳進率也是4成 然後是伊巴卡 14分一場 9.4個籃板 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第二就是波賽 第三是攻六 騎士第四 什麼 K粒22.5分一場 16個籃板 將近一場 哇 籃板王 真是木狼時代 然後高華 16.7分一場 更加厲害 佛球命盡量是100 第五 第五就是活塞 第六 熱火 巫師 還有公牛 我們看看西區 勇士還是第一位 看看數值 這個伊高達娜 88總評 76人時代的伊高達娜 9.4分 當然 這麼多明星在陣 就很正常 這個得分 火箭這邊 CP3 23.4分 哇 13.4個助攻一場 神經病 送餅送到手軟 Melo 23分一場 同樣是非常厲害 8.4個籃板 第三位都比較驚訝 盧維斯基回來了 去到第三名 小牛 25.5分一場 厲害 97總評 盧維斯基 然後呢 小Jordan 也都是 小Jordan的數據似乎還跌了 還有迪雲夏里士 16.9分一場 馬上升上來 他都有88總評 其他第四就是他 第五就是護人 第六就是帝王 第七就是雷霆 而第八是太陽 大家都看到了 排在西區第一第二 是勇士 以及火箭 這個CP 安東尼 以及Eric Gordon 以及莉莉的能力值 都得到了提升之後 火箭這個陣容 非常之得人害怕的 大家都想看一看他們兩個 交手會是什麼樣子 沒問題的 我們看到1月3號 他們將會正面對碰 我們看一看到時候會發生什麼 好 開波之前 我們再看一看分區的排名 東區 哇 騎士第一 各位人兄 沒有眼花 瘋了 K 21.3分 15.5分 還是非常厲害的表現 然後第二是Miami DV也上來了 98總評的DV 差不多是28分一場 3分明晶率也上到將近四成 可以 接著就是 菜彈 速龍 76人 這些就沒有怎麼改變 但是 騎士真的非常厲害 西區這邊就 火箭掉了一位 LA就上來了 不妨看一下 浪道 有12.6分一場 助攻 你說升得很多 又不是9.3個助攻 然後LBJ 以為LBJ的數據反而還跌了一點 好像 但不要緊 球隊的戰績OK就可以了 接著就是 雷霆 Jersey 坎春 其他等等 沒有怎麼大的改變 好 接著我們馬上進入這個 勇火大戰的現場 你看到大家的數值都是非常之厲害 當然 平均下來的話 勇士要高出一點點 入到現場這個轉播方 亦都給了這個Key Matchup 大家的數據看起來都差不多 除了助攻這一欄 CP就 足足多出了6點幾個助攻 一開局這邊勇士就很猛 Key Thompson的Jumpshoot KD的攻籃底 再加上Line Mayer Carsons的坐樽 已經將比分帶前到7分 眼望著這邊勇士 就要拉開到雙位數的差距 但就在這個時候 安東尼站了出來 我記得丹佛時代 他都不是說 常常Catch&Shoot射3分 但來到這個火箭 嘩厲害 連續4個3分 反超比分 哪怕都到第一節的後半段 Melo還是手感火熱 而看勇士這片比較奇怪的 就是Jmon Green 雖然是第一節最爆的球員 目前是4射4中 第一節 燈哥的發揮就一般 但都少不了這些神仙上攬 而到了這個時刻開始 似乎Karsons就真的醒了 4巨頭下場的情況下 他就帶著高達娜翻江倒海 既有得分 亦有助攻 這邊就送給曲克打個M1 但第一節結束 火箭依然是領先勇士1分 來到第二節 安東尼都下場了 三巨頭是沒有一個在場 卡辛斯就可以更加放肆 興到他甚至是做起了這個point guard的角色 好像這個球一樣 一打二 拿一個板再鎖你做M1 真的好像教育小朋友 我已經見了無數次 卡辛斯運球到前場做助攻 看到這次進攻 Thompson爆內線 誰知道卡比拉一個麻辣火 燈哥 下快攻打算有了吧 一個上籃被KD波 再上又被KD炸下來 嘩 這一段比較慘烈 轉頭 鎖你一個三分 都是打鐵的 我們看到 燈哥現在的命進率 都非常慘 轉頭一個fade away三分 嘩 有點洩氣 燈哥打得 緊接著KD追身一個鐘頭 把比分拉到8分 而他的命進率 他的效率就高很多 好了 接著我們看到 又是卡辛斯的引球反擊 中頭又有 上半場打到現在 我都未見過他休息過 換取著Dremont Green 這個非常之不符合現實的 三分命進 比分已經拉大到13分 半場結束 火箭暫時落後11分 看看這個中場報告 命進率方面 勇士將近六成 也不難怪他的分差 逐時拉大 卡辛斯16分11個版 下半場出來勇士這邊的攻勢 還是不斷 內線也做了不少機會 Dremont Green 連續寫兩波 KD也是一個放冷 最大劑的是 卡辛斯還未守遠 三分一樣 手氣都落 看到這邊 燈哥想拉開ISO K Thompson 但最後只能夠強行 中距離出手 K Thompson的防守 一響都很厲害 在他的防守之下 下燈今天真的找不到什麼狀態 轉頭K Thompson還教你做人 ISO打下燈 打到他 抱著頭 大劑了 還要被人教學 回頭 伴隨著 居你這個 不講道理的三分 分差已經來到20分 最後第三節結束 比分已經拉大到20分 剩下的時間 即將變成垃圾時間 下半場出來 EGO打亮劍 底角3分 命中 再加上卡辛斯 上籃 比賽徹底滑上了 巨號 最後勇士 以17分的差距 大比分 戰勝火箭 看看數據方面 卡辛斯 18投10中 斬低25分 居你命中率比較低 有20分 KD同樣有20分 J-1冠比較意外 11投8中 非常之厲害 Trey Thompson也有15分 這個大劑14分 再看看火箭 CP27分 命中率一般般 Melo26分 3分球命中率有六成 非常之不錯 Eric Gordon也是14分 下燈真的要批評 今天21射六中 六投一中的3分 非常之頑 這場火勇大戰就這樣結束 當然 重回巔峰之後 很多球隊的實力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大家想看哪隊 都可以踴躍的留言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點讚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